陳小姐的哥哥是客運司機 2018年執勤時腦中風昏迷 成為職務人 家人至今每週五天 天天到醫院探視 連續工作三十三天 家屬認為是職災 向客運公司求償 法院採信臺大醫院診斷 認為是工時過場導致 資房遭判賠一千三百六十九萬 但這些錢也換不回家人健康 的一些執行的檢查 像我哥哥的例子 客運公司就是要求員工 在執行中要規避 他會要求駕駛員把GPS關掉 讓你沒有辦法去查到 常連關注勞資議題的 律師詹傑祥 協助家屬度過難關 經守過不同的職災個案 僱主他們一開始是推託說 是員工自己想要去賺錢的 所以並不是他們不願意遵守 而是員工希望多賺錢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理由 說我們並沒有過失 要造成他的一個傷害 但我們這邊的主張就是說 無論如何雇主本來 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規範 不可以讓員工有過勞的 一個狀況 只要發生職災 背後影響的就是一個家庭 職安法更名上路滿十週年 然而近年每年人有兩三百人 因為職災死亡 根據統計 去年有三百人因為工作而死亡 其中營造業就占半數有 一百五十一人 攤開歷年執災死亡統計 一零八年三百一十六人 一零九年三百一十三人 一一零年兩百七十八人 一一一年三百二十人 一一二年三百人 歷年營造業比例 佔百分之四十六點三三 到百分之五十三點一六 特殊的工作環境潛在危險多 是最大的原因 他是說是層層層纜 像一個營造工程 他有業主 業主之後他都是分包 他有這個分包的制度 比如說有鋼筋包 模板包 什麼包之類的 那他分包之後 他是平行包 他又有往下 營造業勞工他是比較辛苦 而且他流動率也很高 他不像說我們一般製造業 他比較有一定的雇主 這營造業的勞工 他可能今天在這邊做一做 工程沒了 他就到另外一個地方來做 不管是 員工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他有一發生 職業上的災害的話 雇主要負擔完全所有的責任 包含 如果是受傷的話 會所謂的傷病給付 醫療給付 那如果有到失能的話 還有相對應的失能給付 最嚴重的就是 死亡給付的部分 如果今天是雇主 沒有遵守相關的安全規則 或SOP的話 導致員工的死亡 那後續 這個受害者的家屬還可以向公司 去請求所謂的損害賠償 根據現行法規 重大職災沒有做好必要預防責任 最高只開罰三十萬元 若是針對承攬包商未盡的承攬管理責任 最高也只能罰十五萬元 為了進一步降低勞工職災 勞動部擬啟動修法 提高罰則 加強雇主以及承攬包商的預防管理責任 目前修法的方向的話 其實是源頭管理跟提高這個罰則 減載工作要持續不斷的推進 然後因為其實每一件 職災它背後都是一個家庭 我們當然是要努力的盡可能減少任何一件 近幾年幾個一些重大職業災害 其實下降幅度很有限 我們是認為是說法規可能可以在根本上面 可以做一些處理 提升我們的執法強度 修法還需要社會溝通 凝聚共識 政府有責做好源頭管理 減少悲劇發生 TVBS新聞徐寬山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